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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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政务之前 作意也很重要 就是还是得有秘密 是的 你怎么想蛮重要的 是吧 就算是执着你执着散法和执着恶法 是不同的嘛 果报是不同的嘛 而且它是就算你偏激 就算上次偏一些散也没问题 上次偏一些空 只要不偏得很厉害也没问题 因为我们执着有已经很久了嘛 执着这个世界的人 认为自己是有习气的 认为自己是有欲望的 这是根深蒂固你就这样认为 我是有七情六欲的 我是有习气欲望的 我是善恶的 有善有恶的 你怎么那么肯定这点呢 你出来不肯定你是佛 那么肯定我是空性的 这点佛说了几百次你也不肯定 但是说我是有七情六欲的 因为你分别执着嘛 所以对自己这些东西根深蒂固的认知 其实这些东西有还是母 就是有还是空 这两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 它既没有也不能说没有 你只要破了分别 这些东西就是整空的 它就转成妙有了 但是我们在执着分别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有 谈出吃满盐的 自己是有喜气欲望的 自己是非善非善 自己是一会儿善一会儿饿的 自己是个女人 自己是个男人 自己是个什么 就分别了很多东西 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 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认识这些 所以我们不认识这些 那时候要是做义 我们现在就是 做义就是 做义就是 但是你做义是 了知佛的空性智慧以后 懂得你不是以任何一个状态 懂得这点的时候 你去做义起修 比如我现在我要打坐了 我要进坐 我要排上腿 我要民母主这台 这都是做义啊 是不是我要盘对 这都是有违法 有违法都是做义的嘛 去想的是不是 你还不 是吧 你进入无畏就不修而修了嘛 喜笑怒骂 赤克拉扎 都是修行的是无畏的 就是已经 那个就是你的心已经 已经在空性里面 已经平等慈悲 已经有那种状态 已经保认住了 任何时候不丢了 对空性的了知 任何地方都能见空性了 这个时候就无畏了 你看不出他的心情没痕迹 但是那个一开始是需要有违的去修 刻意的去修的 嗯 那是为了我来讲 比如关麦楼 就是 像我就不太想 就挨个这么去关 关心 就想 就是比如说我 我可能想关心的 就能去关心 可以 因为麦楼就是缺宇宙嘛 你把心放在任何一个麦楼的中心 都是放在宇宙的中心 只是你认为放在麦楼上而已 其实你的麦楼真的很大 无量无边 而且无形无相 那就是其大五百七百五百 无形无相 不知道小到什么 不知道大的 所以你守麦楼 不是说守在一个你的 只是说 为什么要守麦楼 是因为你在分别 你认为有一个你 而且呢你的意识老在外边 老在外边 老是放在外边的人格四少 我们的意识总是在外边的人格四少 那现在把它拉回来 拉到自己身体上 那自己身体也是很空的嘛 是六根也是虚枉的 根层都虚枉嘛 你放在外边跟放在哪边 没什么不同 但是 因为你在外边久了 所以拉回来 让你 因为这个能量不得话 都太偏了 其实是让你一个平衡 就是心 拉回来你才能静下来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放在外边久了 你执着那些人格四少 所以那些人格四少 已经影响你了 你放在孩子上 妈妈上 妻子上 丈夫上 放在外边的人世 那些事情太影响了 所以拉回放在自己身上 但是很多人拉回来 放在自己身上 自己身体又有酸麻 冷脏痛啊 又有各种境界呢 里边是一样的 你要执着在里边 跟放在外边是一样的 所以里边也不着 外边也不着 这才是根层脱落 这才是开悟 你要懂得这一点 其实在心系上 你懂得什么是开悟 只是如果 正于那个里边 里外不着的境界 就叫开悟 根层脱落嘛 就叫 里边的境界 外边的境界 开始手脉路 一手也把什么 只是说想让你的意念 从外边拉回 因为你在外边 太散了 已经散了 就是对正常的就是 太散了 但是对一个 已经在山洞里做了很久 人家 本来就很亲近的人的话 你直接告诉他 内外不住就行了 空有不住 内外不住 人家就知道了 根本就不需要 拉回来 拉出去的这样子折腾 拉什么可拉 内外不住 里外虚望嘛 更成虚望嘛 你住个啥 你本来就无所住 你往哪住 你一个在往哪住 你那个心里 你给我找个住的地方 是吧 社区不二 内外无住 就是你没住的地方 因为内外无住 所以有无心嘛 才是无心 因为内外不住 就无所住嘛 所以才起 说无所住 生起心嘛 不住根不住成 然后随缘起用 起心动也随缘起用 无来之一 过去不留 这都是这样 内外没地方住 根车都需要往哪儿 我们说现在住在外边 是一个假设 因为你迷失 所以说你住在外边的人世上 假如你住在外边的人世上了 但是叉叉叉叉又变 一会儿住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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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也在无常 所以其实也是无助 而且内边也虚望 他也在不断地变 又不是他 比如说你住在那个人身上了 那个人叉叉叉叉变 明天他已经不是现在的他了 你脑子住的是现在的他 你执着的是现在的他 但他早就变了 是吧 所以本来也无事 只是我们对付空性的智慧 了知的越痛 你的修正就越 其实同样修正有个禅定 或者修什么法 你空性智慧了知的越痛 你突然就飞越了 就是就生活越大 否则你要不了解佛的空性智慧 你就坐在那儿 熬摆 就是时间熬吧 就是熬腿 熬了腿熬死 就是 又修定啊 又修子啊 又修观啊 又修绝照啊 师父 我现在更多的静坐的时候 就是 也没有念佛号 也没有识咒 也没有观想什么 但是看着脑子里的杂念 肯定竟然跑一会儿 然后又回来了 然后就 继续了 继续了 就是这样 对 我说这事算不算是空性智慧 不算 没空吗 没空 没空 没撇空 所以那时候空性智慧得无忌业 就是 没有 你们都没达到 我就是做成摇摩头锅而已 就像一条河 中间有一个地方 水流 到不了了 你可以中间来清理 清理的时候 但是你一年放在上面 它这样会重开 然后实际的观众这一块也不对 它的上下游的水 的力量 全身要循环 所以动静结合把它放下 把病放下 心里边把病放下 身体机器临界坏了 但心里边把病放下 我现在进来就把它忘掉 不用忘 不用忘 就是释然 你忘不掉的 就是释然 就是 就是 皮下 有些地方不畅通了 有些障碍 就是释然 主可以修通的 发光露 修通修风露的 露主会修通的 释然 释然就放下了 你不释然放不下了 怎么会遗忘 自己身上的东西 怎么会遗忘 遗忘不了 外边的可以 外边的可以 自己身上的胳膊团 遗忘不了 除非你进了定胎 暂时的 拱拱活成 做啥做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要放下多少东西 要从里边清洗多少东西 才能达到这个状态 所以叫 麦楼清洗 其实本来就是静坐 但是叫清洗 因为实在是 不太 我们就是张乱唱 主缺的说 就是 先清洗一下 嗯 市长 你原来精算挺好的 最近出去 有很多生活 但是有的时候 就变得不好 你上班很多久 就不去找 你上班就去找 还是 心里边小 就是有 有生活 有事业 工作 就是 这些 还是有 竞争压力 在深圳 深圳的速度快 就是 你们会有压力 或者在那边 不自觉的 他就会有 一些 因为身边的朋友 其实他说的那些话 什么就给带来 就无心中交流的时候 人家又干什么了 又做成了 或者什么 你不自觉的 就要改上他们的脚步 就觉得快 就没那么悠闲 就是还是那样子 其实如果是说 全部没有任何想法了 我就去放下修行的话 也都挺好的 就像你们都很容易的 很简单 就是觉得很多事情 没了 工作 很多事情 都在脑子里 都没了结 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定路 没有 就是老是不安 老是不安 但是也不是说 什么也不做 我专修 就真的心安了 也不安 其实你最终还是在红城里边 安心 就是说在红城 在很多事里边突然释然了 无所谓结局 我在每件事上努力就行了 结果怎么样 我每天拿出世界 再进座 就是不再攀比 不再对比 我做我的 我继续做 能做成啥 说成啥 那每件事 最坏的结果 还能怎么样呢 不外国就是我们最多走向死亡 这也是最坏的结果 这是每个人必须的 这已经最坏的结果了 我们不去考虑 剩下的有什么再坏的呢 是吧 生老病死 这是最坏的了 我们又控制不了 不在你的掌控之中 是吧 剩下的 其实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还多多少少在 是吧 而且想想自己也挺善良的 有时候也做叠善行 也有善报 不至于说是怎么样 到最后是千无绝对 知道吗 到时候也会有人助于 帮助你的 是吧 有助于人 有善报就有助于 所以担心什么呢 总是潮心 潮心潮心 潮不完 想得多其实是 想钱想后 想了钱又想后 是吧 是吧 就不想当下 然后不满意当下 不满意当下 不满意当下 想钱想后 不满意当下 不满意当下 爹 即可 这垂则 不满意当下 不满意当下 不满意当下